大家好,今天很高興大家很關心的時刻,請了香港大學法學院前院長陳文雲教授跟我們分享一下和BNO最新形勢有關的發展 現在陳教授在英國 是的,就是留在英國的人 因為現在無法回香港 是的,其實有幾大批香港人滯留在這裏 那些感受都影響了很多人 所以大家真的在現場,應該有更多抽離的觀察 因為陳教授研究了BNO這個問題,有沒有幾十年呢? 我猜由他開始就跟進到現在 我覺得我們去年也請他們分享的,那時候沒有想著BNO平權 平權也好,抗權也好,真的這麼快 但現在就發出了一些政策 所以先請教大家一個問題 例如英國那邊的政策,現在出了五加一 以你的理解,這個五加一的政策本身就已經確定了 他們內部也有一個預測,有多少人都會過去 你覺得有多少香港人真的會經過這個走路過去 中間還有沒有什麼變數,或者還有什麼可能性會發生? 其實現在比較難說有多少人會申請 在英國這方面,潮野上下其實也挺支持這個方案的 一方面是英國人那種驕傲,他們覺得他們對香港人是有責任 現在是一個時候承諾這個責任 也有一個很實際的就是英國的經濟問題 因為剛剛禁毒脫歐之後 其實英國的經濟的前景是不太明朗的 你也看到這次BNO對英國的經濟似乎是有刺激的作用 以及比較正面的作用 而在民間你也看到的,大部份民間的反應都是正面的 這是少有的,因為英國向來不是太歡迎外國人進來的 英國是一個賭國 但這次無論是道德上或其他原因 你看到英國人大部份都會歡迎香港人過來的 而另外一個英國很吸引的地方就是教育方面 我想香港人走遠不走 其實很大的一個因素就是教育制度和下一代的教育 而去年7月以後我們看到的 很多人討論的反而是他們很擔心 小孩在香港現在的教育環境裡面長大 其實對他們是否一個好的教育環境 而英國正正在這方面提供了一個相當優質的教育 再加上這次的方案是容許香港移民或跟進入公立學校 可以進入公立學校免費讀書 這樣對很多人是很吸引的 而再加上他亦有很多彈性在裏面 所以我猜對香港尤其是一些中產人士 或者是一些比較小孩不是很大的時候 我想很多人真的會認真考慮 而我猜是在首個月,因為他現在開始的時候 在第一階段要登記完之後 在九十日內就要立即來英國入境 那部分就可能有人仍然持一個觀望態度 雖然其實在過往幾個月,我們看到比較多人已經開始申請了 那個雀鳥那裏 其實也有一批人是來了 但也未必是每個人是可以說走就走的 但我猜過到二月中的時候,因為第二階段 其實就是網上登記了之後,沒有一個九十日的規限 那裏我相信是會比較多人申請的 尤其是香港人一般的心態,就是拿了才有好處 那如果你可以申請了,批了,你可以有一個計劃 你又不是要立即走 或者是大家會考慮的,因為應該是九月入學的 那如果你都需要一些時間,比如申請學校 其實現在是差不多時候去申請學校的時候 那大家都會安排在這裏,然後一次過去做 所以我猜那個高峰期可能是在二月中之後,我們才會看到 現在這個五加一的學校,也算是很彈性 也算是很階段性 但中間它有幾個,也有一個失去的 譬如說18歲以上的香港人 但他又未有BNO 譬如說這一群人,有沒有任何的退出呢 又或者是本身在九七年前出生,但那時候又沒有申請過BNO那些 很多認識不少朋友,譬如說他只有幾歲,家裡沒有申請 以你法學的角度來看,譬如說這幾種香港人 如果很想去參加這個計劃,有沒有什麼方式 現在其實有些詳細的事情都未知 英國似乎採取一個比較寬鬆的態度 如果你是九七年前出生的話 你是有資格去申請BNO 似乎都可以納入這個計劃 即使你當時是沒有申請BNO 但因為在九七年前,你是有這個資格的 九七之後出生的那一群人也沒有得到 那一群人就有點合謀的地方 但如果他未夠18歲的話 亦都可以跟家人過來 另外一部分,如果你過了18歲 就算不是用這個簽證 例如有些是用學生簽證 我們也看到有些學生,可能他剛過18歲 他又沒有用BNO 他就申請學生進來讀書的時候 嚴格上來說,未必完全符合這個計劃 但似乎英國的做法會比較重寬處理 一些細節的事情,你現在還不知道 英國那邊的政策就出了 而中方就不斷說要反制,很強硬 說了很多東西 現在已經公佈了反制,只不過是不承認它 即使是旅遊證件或任何身份證明文件 你覺得這一類的反制,直至現在 具體有什麼影響? 其實我們覺得現在這個反制 都相對上是比較溫和的 因為其實他說的只不過是不承認BNO 作為一個旅遊證件或一個身份證明 說真的,大部份日常生活都不用拿個護照出來 你去銀行開戶口,其實我們香港人一般都是用身份證的 所以日常生活上真的要用到BNO,基本上是很少的 作為一份旅遊證件,其實九七初期的時候 因為BNO的免簽證的國家比較多 但其實隨著時日轉變 其實特區護照的簽證,現在免簽證的國家是比BNO更多的 所以香港人過往其實不少人都拿著了特區護照 變成他們有兩個護照在身的時候 你不承認BNO,他們就拿第二個護照出來 可能是有部份人是沒有申請過特區護照的過往 我想實際情況,如果真的需要去旅遊,他就去申請過特區護照 這個暫時的影響又不大 因為你離境的時候,你只會出事身份證,你已經可以離境了 如果你在外國回來的 他現在要求你,你不可以用BNO的護照 你就拿了身份證出來,其實你也可以回來的 他會不會再進一步的措施,我們暫時就不太知道了 而另一個就是一個領事保護的問題 這個可能港人都有些關心的 其實領事保護最主要的作用其實是一個第三國家 相對上 一般來說,如果你是 譬如我們這樣,有部份香港人 其實中國就說,無論如何都不承認你的英國國籍 他就當你是中國人 如果你在外國的時候,或拿著外國護照 你是否同時等於你沒有了中國國籍 這是相當複雜的問題 其實不等於你移居了外國或拿了外國國籍 你一定會喪失中國國籍 因為還有一些其他的條件在裡面 但是對大部份的國家,例如美國、加拿大、英國 其實他們承認雙重國籍 所以他們不太介意你有沒有多個國籍在裡面 但是對雙重國籍的國家來說 那個國際的慣例就是 大家不會在對方的國籍的國家裡面 是提供領事保護的 換言之,如果你拿著加拿大國籍 在加拿大政府裡面,他要當你同時是中國國籍的話 加拿大政府不會在中國境內提供領事保護 除非證明你已經喪失了中國國籍 所以如果拿著外國國籍,而在中國境內包括香港 領事保護的實際意義未必是很大 但是如果你在外國的時候,你拿著哪個護照 其實這個就是你可以拿到對方的領事保護 所以如果你在南美一個國家裡面 你有一個問題,你需要領事保護的時候 其實你拿著特區護照,你就找中國領事保護 如果你拿著英國護照,你就可以去英國領事官尋求保護 其實在1997年之後,我們很多時候發生過這樣的問題 一些香港人在外國,就算他拿著一個中國的特區護照 有時他們未必找到中國領事館的時候 其實英國領事館很多時候都願意 如果你有英國的護照 他們都願意提供保護 所以其實在外國來說,提供領事保護的分別也不是很大 因為你中國承認不承認的BNO是不影響到 最重要是英國承認的 如果英國承認的BNO護照 其實英國就已經可以提供領事保護了 我們去追蹤一些來龍去脈 BNO的前身上次你也分享過 可以由60年代那時候非洲人想去英國 英國想證一個新的Category 不讓他們進來 就是這樣很漫長的背景 為什麼突然之間這些英國這麼排外的性質的東西 突然之間沒有了 剛才你說可能因為道義原因 經濟原因 但是會不會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呢 例如說是否他們的民族性對外來的人都開始涉立了 令到現在香港人剛剛好這個時間 才可以整件事是取食呢 我又不覺得英國是突然間有一個轉變 對外來人士是特別 沒有這麼排外的 因為英國這麼多年由二次大戰之後 一直以來他們的移民政策都相當之緊的 直至1971年當我們加入了歐洲共同體之後 之後因為成為歐洲一體化的時候 變成了歐洲所有的人可以自由進入英國境 其實如果你看看整個脫歐一個很大的因素 亦都是他們說不想有太多的歐洲人進來 其實在過往那幾十年裡面 尤其是很多是東歐、匈牙里、捷克 或者其他一些東歐國家、前東歐國家 他們進來英國 很多時候他們做了很多服務性的行業、餐館 他們做了很多是英國人一般 因為英國人的服務行業不是最好的 英國人沒什麼服務的態度 但是這些服務性行業 尤其是在飲食業裡面 你看到其實很多歐洲的人進來 另外一些是建築、裝修這些 其實有很多例如黎巴嫩 甚至是一些中東國家的人都進來 所以英國一直以來整個脫歐 一個其中一個大因素是 他們覺得太多外國人進來跟他們爭飯碗 其實那些人離開後他們未必會做這些工作 但是這個感覺仍然是太多人 所以他們不接受外國進來的情緒 所以這次我覺得基本態度轉變不大 但是始終英國人是他們對道德的責任 相對上是比較強烈的 始終因為跟香港的關係 而其實近些半年裡面 香港頻頻是出現了一些國際新聞 在國際頭條裡面 其實多多少少令到英國人都覺得 是有一點道義的 對香港人來說 如果能夠私援手的話 亦都加起來是其他經濟因素 所以變成我們感覺上 在這次的問題上 沒有什麼人提出反對的聲音在裡面 就不同以前的態度 即是你剛才說的英國現在的態度 但是對中方來說 他不斷強調 中方聲明報復英國的主權、自權、監督權等等 現在很多時候 文匯大公也好 或香港一些親建制人士也好 他們放風的下一步行動 都可以去到很誇張 不單止不承認 亦是不容許任何持有BNO的人 肯有香港公民的身份 甚至是剝奪香港的福利 選舉權、未選舉權等等 首先你覺得在法律的層面 能否做到這一點 而你評估出現這些可能性 機會有多大 第一,關於中方的反應很強烈 說英國違背承諾 其實 邏輯上我不太明白 因為那個承諾從哪裡來的呢 其實就是在中英聯合聲明裡面的 英方的一個備忘錄 當時大家互換一個備忘錄 中方有中方的備忘錄 英方有英方的備忘錄 當時為什麼要有兩個備忘錄 大家談不完才有兩個備忘錄 所以其實大家沒有任何同意在裡面 第二,這兩個備忘錄 其實是隨著中英聯合聲明一起做的 而中方一直的態度 就是中英聯合聲明 在97年7月1日 隨著香港回歸已經失效 他們也是因為這個基礎裡面 經常說英國不可以對香港再說三道四 如果根據這個邏輯 英國的備忘錄 其實也是在97年7月1日之後失效 根據什麼邏輯去說別人違背的承諾 這個可能在論據上是有些自商矛盾的 但是 有沒有自商矛盾一件事呢? 政治現實是另一件事 但是我覺得他們再進一步的行動 我相信一定有人提 尤其是在這些問題上 總會有一些比較極左的民粹主義 可能提一些 但是從國家層面 或者香港的層面 第一,它影響的人數相當多 如果你再進一步去打擊的話 而影響的人不是單一政治取向的人 裡面包括不少是建制的人 有泛民的人 其實什麼政治光譜的人都有 所以很容易會有一個反彈的情況出現 而在這裏 很多時候不單止香港人自己本身的權利 也會影響到尤其下一代的權利 這個香港人在這裏是緊張很多的 比如說你撤銷香港永久居留權 這個比較最盡的 可以做到 你拿著英國公民海外或BNO護照 你可能喪實香港居留權 但這個可以影響到很多很多人 變成這個不能夠隨時輕居妄動 反彈不知會有多強烈 至於你的投票權 其實我們現在基本上都是基於香港永久居民 除非你喪失了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 如果不是的話 似乎會違反基本法 有很多事情未必完全可以做到 所以下一步我覺得 可能要看看 他可以做的空間 其實又不是真的這麼多 當然他可以做一些相當激烈的行動 但是那個代價也會相當之大 所以我未必這麼容易輕舉妄動 他如果是弄一些新的法例 比如說以後每一個人申請特區護照 你都要申報你有沒有BNO的 或者登上選民 你都要申報 在法律上是否做到 還有你覺得這樣做 他又不會即時跟你說什麼後果 只叫你declare 那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呢 其實在近一兩三年都已經聽過他們有這樣的做法 警署說當你去申請身份證 尤其是小孩 有些可能是未滿18歲的 回來換成人身份證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有提出過 譬如已經在做中 在那個法律中 會問你有沒有其他外國護照 所以似乎是有一個做法 如果你有外國護照的話 那你就要以香港為永久居留地 住滿七年 你才可以拿到那個 永久居民的身份 要不然 他不會給你三個星的身份證 其實正在過往的兩三年裡 都有問過這件事 在那些表上面 而且針對的不只是香港 不只是BNO 還有加起來 尤其是在1997年前後 香港人其實很少是移民到外國再回流 而他們的子女很多時候 都拿著一個外國護照在裡面 這是他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做下去之後 有一個矛盾的地方 即使他有BNO 你是不是可以說 因為他喪失了香港 中國籍公民的身份 所以他因此喪失了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 除非他住滿七年 你當他一個外國人 但是這個矛盾的地方 或者吊詭的地方 中國一直不承認BNO是一個國籍 既然你不承認他是國籍 甚至現在又不承認他是一個旅遊證件 你又沒有理由 去說這個是外國人 所以如果你沒有理由 這個外國人的時候 他又有在香港出生 父母是中國籍的時候 根本基本法裡面 他是有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 反而這件事 如果你真的拿著一個外國護照 你拿著一個加拿大護照 進來的時候 他可以說 你在加拿大都住了十幾年 你F1已經去了那邊 在那邊讀書 去那邊落地生根 我當你是加拿大籍人 所以你已經喪失了香港的居留權 當你是外國人進來 你就住滿七年 反而那個容易做些 但這個正正就是他一直 從頭到尾都沒有承認過BNO 是一個外國護照 變成他要做些事情 反而更困難了 但這個心理效果 會不會因為 他要你declare 令人會有戒心呢 這個亦都很視乎 其實跟著下去 香港的社會情況 是怎樣 其實 如果我們看 香港有 最少百多萬人 有住BNO的護照 其實這個情況 不是今天存在的 97年7月1日到現在都是這樣的 但這麼多年 其實我們沒有擔心 香港人會移民 或者97之後 其實很多移民的人都會回歸 而突然間 當一個地方 如果是一個管治良好的 經濟又發達 生活又安定 大家的人權自由得到保障 其實你不用擔心那些人會走的 而當你擔心那些人會走的時候 其實問題是出了在管治那裏 那些反制措施 與其去反制 其實真正解決的問題 應該是去想回 管治的問題出了在哪裏 理性的想法當然是 不過大家都知道 政權的邏輯和我們都略有不同的 是 可能是想要來做的 每個月都在大陸 都可以走的 那些人會走的 也會走的 那些人會走的 可以不下去嗎? 在這裏 要是